問他黃潔的部分 拜託 一定要來告 我一定要看到法院認證腦子有問題 因為黃潔腦子就是有問題啊 不然怎麼會憑空想像出不存在的徐曉星 跟不存在的徐曉星的發言呢 記憶裡有問題嗎 腦補嗎 幻想嗎 我不知道是哪一種 但是我從來沒有說過 一個政治人物只要他的任何一個家人犯了罪 他就全家都要負責下台 就連幾個禮拜之前 邱國正的兒子 他去涉入到了買春事件的時候 我還是第一個站出來提出 兒子是成年人的 不應該上綱到他的爸爸 所以我認為邱國正是不需要請辭國防部長的 我不是在數週前才用行動證明了 我不是黃潔那樣子的想法嗎 為什麼才過了幾個禮拜 他就突然講說 我說只要任何一個家人有犯罪 都應該要下台呢 他是在哪一個平行時空 找到那樣的許巧心 所以如果不是腦子有問題 怎麼會做出這樣子的發言呢 所以拜託 要告來告 我們讓法院進行認證 我的論述一項都非常的完整 經得起檢驗 我為什麼都也質疑說 你今年二月在大波臉書上半戰 就認為說你完全不相仰 然後也質疑大波提灘你們家頭部 親愛的 今年二月是什麼時候 在过年啊 作为一个媳妇的人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家庭 但是作为一个媳妇 在过年期间 公公婆婆要全家 一起吃一个团圆饭 然后呢 小姑在 老公在 然后呢她在你旁边 发了一个脸书 那你说你要都装作 没有看到 我还是有点求生日的吧 再来那个时候她也没有深入到诈骗啊 所以我不明白耶 就是这个是想要表达 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 今天要含沙摄影 也要有一个基本的限度 还是怎么样 你也会犯诈骗吗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说温朗东 他没有其他的证据跟资料可以打的 就在这种地方上面 无限上纲 很奇怪啊 那再来我要讲一下 这个保护令的事情哦 其实 当时我所提到的 所谓的不相往来这件事情 我讲的非常清楚 是他们自己耳包 我说的都是 我老公的姐姐的先生 因为当时我是提出一个对话的记录 然后上面写的很清楚 我有一个对话的对象 然后我说 我不会跟你做任何的政治上面 商业上面的合作 也请你不要在外招摇撞骗 这个东西我都有提供出来 所有的媒体朋友当下就有收到了 请问我联系的对象是谁 那就是我老公的姐姐的老公 所以我所谈话的对象是他 但是他们却要曲解成 我说的不相往来 是我的老公的姐姐 那我实际上也没有跟他们诈骗相关的公司 有任何的合作 那再来他们 我觉得温朗东非常的冷血哦 他竟然是去翻了这个 我老公姐姐的脸书 那认为因为他在脸书上 没有提到家暴的内容 所以认为他没有被家暴 那我请问3月25号 所签发出来的保护令 我都有提供给媒体作证 那是怎么回事 法院是我开的嘛 保护令是我发的嘛 那是法院所签发的 过去这个杜先生 就是曾经说要杀我们全家 都有录音作证 会有任何一个女生 在受到家暴的时候 想要把她受到家暴的事情 放在脸书上面 而如果没放的话 就是没被家暴嘛 可以这样子去解读吗 会不会太冷血太过分了呢 你们要知道 会家暴的人 他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样态 有的人他是 今天对你很好 晚上打你 然后隔天的时候又求你 然后又对你很好 时好时坏 时好时坏 所以有很多 不管男性或是女性 在婚姻关系里面被PUA 那难道你可以因为 他在脸书上呈现出 他的家庭 看起来很美满的样子 你就不相信 法官所判下的保护令 这个女子 他真实的有受到家暴嘛 不可以这样子的耶 温先生 是法院所提出来申请成功签发下来的保护令 不是许巧心去 放假一张纸 说那是保护令 不是耶 所以我觉得 即便我今天我先生的姐姐她有涉案 可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说她被家暴的事实是假的啊 这也是对一个女性很大的侮辱跟污蔑啊 我觉得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太冷血 然后做人哦要有一个基本的底线 用这种方式去真的迟早会遭报应啊 所以即便今天涉案的是我老公的姐姐 但她被温朗东讲成说 我看你脸书好好的你哪有被家暴 其实我看来还是觉得蛮不能接受的 甚至温朗东 昨天拿着诈骗集团杜先生的话 去质疑正当清白工作的陆小姐的声明 我要公开的请教温朗东耶 为什么你要帮诈骗集团说话 这个男的他骗人的次数 他骗人的言论 很多都看得出来 比方说他在脸书上会扬言 写到说他要吸引抖音一亿的资金来台湾投资 谁会相信 那你为什么要拿那篇贴文里面的不实的内容 来质疑清清白白的人呢 他说我拿三千万来洗你的公司 让你当不了股权最大的人 两千万都还不出来的人 在讲说他要拿三千万来洗你的公司 你会相信吗 就这种满口谎言的内容 然后你拿着对方的谎言 来质疑清清白白的人 对方有被恐吓的事实 也已经报案成功 他们也彼此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官司 却要被讲成说好像这一切都不存在 文朗东为什么要帮诈骗集团讲话 是不是因为林渝伦是民进党的 是你的好兄弟啊 是不是因为涉入诈骗集团的人 自始自终最熟的对象 其实就是自认为出来爆料的文朗东啊 所以我觉得文朗东才应该要厘清 他自己跟诈骗集团的关系哦 文朗东过去还有没有其他的诈骗的经历 比方说文朗东是不是曾经为了做逃兵诈骗国防部 昨天有人来向我具名的检举 他过去当逃兵的事情 就文朗东过去应该要服兵役 可是却大便在自己的同袍的床上 然后装作自己的是精神病患去逃兵役 过去他就曾经向其他的朋友咨询 要怎么样能够做逃兵 所以是不是你们其实过去也是就是 有诈骗这样子的行为 不管是跟林渔伦这个诈骗集团 是朋友的关系 或者是你自己过去诈骗了你的兵役 去欺骗国防部去逃兵 这是很道德的行为嘛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人 却要被这种道德低劣的人去做无端的指控 任何一个人你们能够接受吗 去翻别人一个媳妇要去吃一场年夜饭的一个饭 说这叫做跟诈骗集团互动的证据吗 大家听得下去吗 一个女子的脸书上面 没有放出自己家暴难堪的内容 你就去指责她 你根本没有受到家暴 完全不顾法院已经签发下来保护令 去帮着诈骗集团质疑清白开一家公关公司 还受到恐吓 踢管 那个人还被警察带走的公司 我说摸摸自己的良心好不好 想想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好不好 不要被仇恨 蒙蔽了自己的双眼跟自己的内心 这样子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悲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